各位社長 各位先生 大家好 我已經忘記說 我在當時去到楊貴紀元 可能是二十幾年前 差不多在1970年 那幾年的時候 我有一次去台中 拍電話給楊貴 他叫我去那裡 我是晚上去的 晚上我不知道在那裡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在那裡的地方 他叫我坐車坐到那裡的地方 那裡的地方坐車 要叫一個人來坐 那裡坐到楊貴台北下車 有一個年輕人給我坐 那個年輕人是林仔卓 林仔卓現在在做主流布學出版社的總片集 他那時候是楊貴台北學歷書研究所的研究生 他在林仔卓那時候參加幾年大社會 大社會的操料裡面 他自己帶一間廊在那裡 他在那裡專門研究用幾個作品 寫了台灣文學研究 我們在那時候 林仔卓有發表一堆 第一台作家的作品的研究 是在那裡的 林仔卓把我拿一支電梯 把我帶暗時整個五天的暗地 一直帶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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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那陰廠中有水聲電梯照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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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大高先生 11歲 他們的大高先生就開始 沒 Attack過 那下一個月 過一至12歲的小孩 就這個小女孩來 家庭 我聽到跟別木質認名叫 他 湯啊加在睡 那人差不多我都不睡 我大大山的夫婦 乎於家一親湯 我都加的時候 冷凍凍凍凍 我不知道能夠在一起 要睡到冷凍凍 我開門都不睡 我整個月都沒睡 天降他煮也有我吃 天降他煮也有我吃 那時候我看到他的孫子 養子養子在15年 國小5年 那時候我參林哉族 跟養貴討論台灣文學 跟在那看 董海會 董海會我們知道 養貴只有一個人在那裡 不可能有董海會的會都蒸到頭 在那我的印象差不多有 一盤的火棚 有一盤的所在棚 大概蒸一盤而已 當然這個作家 賣花生物 這實在是很幸福的事情 我如果有到一些朋友 都說養貴在 賣花的情形 養貴自己蒸花也自己打花 尤其 不是跟我說他賣花 穿一箱 要賣花的 要賣花的頭前 嘴開起來這樣 合著合著合著 等火在賣 我們可以體驗說 第一台作家在台灣 農業社會的那種情形 有整個生活情形 可以看出來 後來我們去台東 都會去董海會 去看 都會去董海會 去看 在董海會 看 每一次他到我 談到的心聲就是 他說 他一生一個最大的心願 就是要用 董海會 去文學館 他感染在那裡 做一個行廳 在文學館裡面 掃地 掃地 讓他們去那裡 去那裡 做研究 他一生最大的心願 我跟他說 你錢要哪裡來 他那時候 跟我說 後來幫他設計 後來 國方面的工作 都有人做 但是沒有錢 我說沒有錢 要怎麼做 沒有錢要怎麼做 他就是說 一台爭埃 一台一台 他一直問他 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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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跟我說 一直跟我說 每一次的 新聞都說到 這個新聞 現在 已經 氣勢 八年 我們 還沒看 這個 心中的 文學館 那個行 有出來了 我們希望 我們今天 在這裡 紀念 有些朋友 大家可以努力 他最後 這個新聞 就是說 他動要飛行 來現做這個文學館 讓他文學館 可以 起出來 這如果說 他的新聞 這個達成 對台灣第一台 文學館 有這個紀念 對 有這個紀念 在這裡 我要最後 說 這個 這個名 應該是 這是他本名 高貴的貴 高貴的貴 他本身 是 達成貴 憲哥 我了解的就是 洋貴 他特約 那是貴 所以他改成洋葵 如果洋葵 應該達成洋葵 洋葵 我們在這裡 可能大家都說 他洋葵 洋葵是說他的本名 如果他真的 比較不愛 他那個本名 就是高貴的鬼 他是一個 民民主家 民民主家就是 他提供我們 農民的生活 要為我們 六甲大獎 來公為的 一個祝賀 所以他改成洋葵 這是他 本身改的名 應該藉此洋葵 他知道我做一個 驚訝 謝謝大家